全球连锁咖啡店龙头日前宣布要推出橄榄油系列的咖啡新品 22号率先在意大利开卖 要挑战意大利人的味蕾 到底民众的接受度如何呢 带您快来看看 艾利克斯在意大利米兰的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冰咖啡 店员把冰块加到咖啡里后开始要打奶泡 他在牛奶里加了黄色的液体 但这可不是什么香精调味剂而是橄榄油 对 你没听错 咖啡加橄榄油 全球知名连锁咖啡店最近推出一系列橄榄油咖啡饮品 包含燕麦奶奶铁 冰浓缩咖啡跟冰酿咖啡 22号率先在咖啡大国意大利开卖 这些饮品是在阿拉比卡咖啡里 添加了一匙西西里道帕尔探纳的冷压出炸橄榄油 希望橄榄油炸咖啡更出新滋味 味道到底如何 喝过的民众这么说 橄榄油咖啡系列饮品随后也会在美国南加州 日本 中东跟英国等地推出挑战民众味蕾 橄榄油加咖啡究竟会让人一杯再一杯 还是一杯也喝不了 就看咖啡探客的接受度无联折编译